這個練習是,我希望把這個範例檔裡面的Excel檔,因為它裡面是Excel 那你剛好你的電腦裡面,假設剛好沒有Excel 但是你又需要做一些統計分析的動作 那應該怎麼辦,很簡單啦,其實Google試算表應該就可以滿足了 只是Google試算表很多地方其實雖然大部分感覺是跟Excel還蠻像 但是很多地方用起來就是不一樣 哪些地方不一樣,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第一個我把這個下載,所以我把它下載到這邊,我的範例檔這邊有了 那我把它先開啟好了,這邊下載的地方,打開來之後 那範例檔我就把它解壓縮好了,我好像下載兩次 這個把它Delete掉好了,應該是這個多的,OK 然後我把這個怎麼樣呢,把它解壓縮 按右鍵,看一下有沒有解壓縮軟體 它好像沒有解壓縮軟體 解壓縮軟體 解壓縮軟體 那直接把它解壓縮好了 OK 那裡面的話因為檔案不大,不過都是一些小檔 解開來之後 不過好像會多一層 就是範例檔裡面好像又一個範例檔 好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把這個資料把它變成 Google的試算表,因為目前的話你會發現它現在是Excel 如果我要把它變成Google的試算表的話 那再來特別注意,請你在你的雲端硬碟上面 等某個資料夾,你們可以自己建 建一個資料夾 然後把它丟上去 像我剛剛是建一個叫Temp 也許暫存區 或者你可以建一個作業區之類的 那再來的話呢 要怎麼樣把檔案傳上去 把它轉換成Google的試算表 特別注意,它現在是Excel的檔案格式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希望 可以把它丟上去之後 讓它自動變成Excel的一個試算表的話 那該怎麼做 第一個請各位注意一下 你如果要把資料傳上去 當然我傳的方法是用拖拉 你把它放開它就上傳上去了 而且還可以傳多個 甚至一個資料夾都可以整個傳上去 只是說你傳上去 可能你要確定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設定有沒有把它改成 就是能夠自動轉換 成為Google試算表格式 的一個選項 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傳上去的也還是維持原來的 Excel的格式 它不會幫你轉換 那要怎麼樣自動幫你轉 有個設定可能要特別注意 就是在Google的雲端硬碟上面 右上角有一個齒輪 齒輪地方這邊有一個設定 那設定部分的話 其中有一個選項 記得一定要把它打勾 看一下裡面的話上傳 有沒有看到 這邊第二個選項 第一個選項好像是密集顯示 第二個是 上傳的地方有沒有 那 有沒有看到它底下有敘述 將上傳的檔案 轉換成Google 文件編輯格式 那這個選項的話 記得 如果你假設不打勾的話 假設我先 試驗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你假設沒打勾 我先丟一個 不要丟全部 丟全部可能會跑太久 我丟這個上去好了 丟的方法 你可以用拖拉放開 它就上去了 你可以看到它右下角 會跟你講說 它已經傳成功了 但是成功之後 請特別注意看一下 其實要怎麼辨識有沒有成功 如果說它的圖示 是一個叉叉的形狀的話 那表示說目前這個檔案 還是Excel 這個X應該指的就Excel 所以如果你假設把它打開 你會發現 它會 必須要轉換 可能要幾秒鐘的時間 它才會幫你轉成Google試算表 OK 所以 把它關掉一下 關掉它好像不見得會幫你把它存成Google試算 所以如果你假設 這個表示失敗的 如果要正確的 應該是這樣 我先把這個刪掉 按右鍵 把它移到垃圾桶 重來一次 把它關一下 設定的話 記得如果你要傳上去之前要是正確版 正確版的話 一定記得在打勾 打勾之後的話 再把它 跳到上返回 OK 我們再試一次 就是 要放開 請注意看一下這個圖示 有沒有發現 我剛剛有打勾 然後呢 傳上去的時候 有沒有不一樣的地方 這個還是Excel 是沒有問題 它不是Excel 它變成一個十字形狀 十字形狀的話 表示說呢 你已經把Excel的檔案 上傳到Google 它會自己幫你轉換 已經轉換了 轉換成Google試算表 所以喔 這個是失敗的 這個是成功的 那有什麼差別 其實你點兩下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直接打開 它不會像剛剛 它會幫你轉換成Google試算表 再打開 如果你把它轉成Google試算表 這個這個 什麼名稱的作業 練習好了 然後呢 你就把這個檔案傳上去試試看 當然你除了可以傳一個之外 其實它也提供傳多個啦 多個的話你可以 假設你要傳這底下的 比如這些好了 你這樣拖拉放開 有沒有它一次可以傳多個 而且它一邊傳一邊幫你轉檔 轉檔之後放進來 有沒有 那除了可以用拖拉 你說老師我不習慣用拖拉 我可不可以別的方法 有啦 直接按右鍵有沒有 這邊其實也有個什麼 更多 應該是 從這邊也可以上傳 我記得好像如果你不用拖拉的方式 你可以直接在這個資料夾 我把它改成清單模式 清單模式看起來比較清楚 如果你要上傳資料的話 我記得好像按右鍵吧 這邊其實也可以 資料夾上傳 有沒有你也可以從這邊直接 用 資料夾上傳 或檔案上傳 比如說我想要把某個資料夾上傳的話 那你也可以選 剛剛的那個 檔案的位置 不過比較麻煩就是你要切到那邊去 我把這個 範例檔的路徑複製一下 直接再把資料夾明珍給他 OK 他問你說要不要全部上傳 如果按上傳他53個檔就全部上去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把那個範例檔裡面的這些 乾脆全部都上傳算了 就等於是 底下的檔案 然後這六個呢 其實我的習慣是拖拉 拖拉好像還是比較直覺 不用說還要找哪個資料夾 就把它通通傳上去 確認一件事 記得一定是前面一定是有個夾號 如果你傳的是資料夾 你會發現他也會自己在雲端上面 幫你建資料夾 然後把檔案幫你丟進來 目前好像他 這個還沒傳上去 然後第六個好像有開始傳 所以把第六個打開 這裡面就有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就是 把那個雲端上面的範例檔 先下載一下 記得 在你的雲端上面建一個資料夾 並且把那個範例檔 直接就 上傳上去 上傳的時候特別注意 請你在左上角有一個 齒輪形狀的一個 按鈕 你把它點下去 記得設定的時候 一定要修改那個什麼 那個設定裡面的那個 將上傳的檔案轉成Google文件 編輯器格式 這個一定要打勾 拍檔案 你 那種 感谢观看